大家好,我是兔里 今天呢,专门腾出 特别腾出一个时间来给大家拍 就是我的618的攻略 和一些什么东西值得买 我自己大概打算买一些什么东西的分享 那就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吧 这个视频呢,前绝大部分 主要是讲淘宝这次618 我觉得值得买和我自己打算买的一些品类 一些产品 然后后面一小部分呢,我今天刚刚收到通知 斯布兰呢也要开始打八折了 我就打算最后一部分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国内的四番八折,我自己觉得 什么东西比较值得买,或者是比淘宝618还值得的 然后什么东西一般 这样子,那就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吧 首先一开始呢 依然是这次618的规则 这次618呢,其实是从5月25号 就已经开始预定了 但是因为我自己这段时间就是一直跑来跑去 一直在外地嘛,就是没有预定任何东西 因为没有一个固定的收货地址这样 它这次618呢主要是分两场 第一场正式开始是6月1号 到6月2号 第二场呢是从6月16号到6月18号 我自己呢应该都是会从第二场开始买东西 因为那时候快要回家了 具体的规则呢是跟以前差不多的 主要就是有价格值降 首先它这个价格值降是保证活动前30天内 和活动结束15天之后 就是这段时间它的价格是最优惠的 然后呢,其他的优惠还有购物津贴 就是大家每天都能领到的300减30 这个购物津贴只要参加的都是能所有店综合拼这个优惠的 其他优惠呢就是还有优惠券 优惠券呢分为两种 一种是店铺优惠 就是这家店我们买100减10块 买200减15之类的这种优惠 你领了以后呢 是能跟那个购物津贴叠加的 第二种优惠券其实也是店铺的 但是它会比较猛 它会需要你去万劝其他广场去领 那个万劝其他广场呢就是每到整点 比如说每天的10点或者每天下午8点 会有一个特别猛的 可能是有一些店轮流200减 这个东西如果你需要哪家店 我觉得是需要你那个时间去蹲一蹲的 因为那个串不是你去了就有 真的是要倒计时看好那个时间去抢的 要不然应该是抢不到 抢到的呢我觉得就是非常的超值 抢不到呢也不要紧 618还是相对来说是一个 半年一次比较大的优惠活动 然后其他我们能享受到的优惠呢 就经常会有比如参加巨划算呀 或者什么就有前多少多少件优惠 比如说前20分钟几折 或者说前多长时间第二件半价 诸如此类的 反正就是活动最开始的时候买 应该是力度最大的 我觉得之前几年呢会活动快要结束的时候 它变得比较划算 但是你通过去年年的观察好像并没有 还是刚一开始的那几分钟 或者一个小时是最划算的 接下来呢还有的优惠就是红包 每天可以去那个活动区 有一个红包签到 一人是能抽三次 那个是能抽到相当于现金红包吧 是618的时候可以是直接抵用的 其他呢就是有一些小游戏 比如说叫理想猫大赢家之类的 玩那个东西我具体也没有玩 怎么玩可以瓜分一些红包 然后其他的呢就是看一些直播啊 还有每天有几场红包雨啊 这也都是能分到一点点红包的 如果你时间比较充裕的话 可以去抢一抢 如果你时间不充裕的小伙伴 我觉得也不要紧 因为像我们这种非洲人 是抢不到多少钱的 那这次规则给大家解读完了呢 就来给大家交上我做的一些功课 在开始之前呢要跟大家说一下 我今天推荐的很多超值的东西呢 只是说从我自己平时到现在搞活动的 对他们的价格趋势观察呢 他们的价格是非常超值的 并不是代表我自己觉得它有特别特别好用 有些东西可能我觉得一般 有些东西甚至我自己也没有用过 只能从价格方面给大家推荐 然后具体产品的功效啊 这个我觉得还是自己去做一下功课 第一个我觉得就是雪花秀的润造精华 它几乎每次有大的节日 它都是能达到买60送60 这样诸如此类的优惠的 第二呢就是兰蔻家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诚意 它家大部分几个比较热门的东西 大概都是买多少毫升 送多少毫升这样的优惠 但是我之后提到斯芙兰的时候 我会提几样东西 我觉得是在斯芙兰 如果有一样的赠品的话 你又有黑卡金卡 它是在这个基础上还能打八折的 我觉得是更加优惠 第三个呢就是杜克修丽可家 秀丽可家一开始那个紫米精华呢 价格是非常划算 买30毫升送30毫升 这个我觉得是比我自己海淘道的价格 还要低的 但是呢 现在好像那个活动稍微有替换 相对来说它送了精华液 但价要低一点没有那么值了 所以大家就自己取舍吧 然后呢比较超值的还有玉兰油家 我觉得就是它一有大的活动 几乎也都是那个小白瓶啊 还有那个pro那个小白瓶啊 也几乎都是买一送一 是一个比较合适聚囤的时机 然后亚顿家呢 当然也是不会放过这次活动了 它我看那个精华大概是 买60L送63L 好像你是前多少名送63L 然后多少名之后是送个56L这样子 几乎是买一送一把 还可以 如果你喜欢用这个亚顿的胶囊的话 接下来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买赠 但是它是价格划算 就是那个亚诗兰黛红16水 400毫升的 它的价格要比那个 200毫升的红16水划算很多 它也是一款高机能水 然后Cisley家呢 比如说这个全能乳液 价格是60毫升的 好像是买60毫升 送60毫升的小样 这个应该是跟代购价持平的 额外还稍微有一点其他的赠品 好像还能专会积分 这样子对换一些护理 我觉得算下来 可能又方便 又比找代购划算 然后这次要特别值得一提的 就是Morfe加 Morfe加它那个彩妆盘 好几个都打折了 首先它是那个经典系列 就是35O啊 35F啊 这个系列 就是它打完折以后 算下来 反正最终到手是130几 这个是跟我自己当年找到 比较划算的代购 价格几乎是持平的 而且你还不需要等那么久 我觉得比较划算 然后其中它有个 直上价值 直上价值 我自己都想那种 打破自己的flag 去买的一个东西 就是它跟Jackie Hill 合作的那个 那一盘 那一盘很多博主 都是大盘里面的年度爱用 我自己没有用过 甚至摸都没有摸过 大家也说呢 那个是Morfe眼影盘 粉质的顶峰 然后也说颜色非常全 非常好 然后它这次优惠版的价格 大概是230几 230几呢 那个高的时候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想买 在观望的时候 它价格大概是炒到了 398 400块钱的样子 所以我当时没有买 那现在呢 感觉又立了flag 不买大盘 但是看到这个价格 自己又特别心动 也可能哪天会突然一买 然后把我 给flag的那期视频给删了 然后比较值的就是 欧书丹家也是一如既往 很多东西都满意赠衣 像它那个眼霜啊 像那个星光瓶 常年你有活动的满意赠衣 就是属于是 天猫大型活动的 资深诚恳玩家 然后这次我有观察到 KCO的旗舰店呢 有一些东西价格满合适 它有两件多少钱 有些像单色小眼影 什么就是两件79 有一些东西口红什么的 好多是两件139 还有一些东西是两件218 我觉得有需要的话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正好有需要的话 还真的是挺合适的 然后资深旁的红腰子呢 是我自己之前 比较喜欢的一款积底叶 它这次的活动还可以 是1180 60毫升 送40毫升 算下来就是跟 我自己在香港买的价格 是持平的 持平的 但是也不能说 可能如果你有更好的途径 可能能买到更低的 也还算不错的价格 Lunasol 它的眼影啊 或者双色眼影和四色眼影 有个别色号 是要持平代购价的 可能是前两年的热门色号 但是今年相对没那么热了 但是Lunasol家 就是感觉有 一千一万个不一样的棕嘛 感觉 其实在我看来 我感觉每盘也都大差不差 如果你想要一个日系 好搭大地色眼影盘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 我这次有新发现一家旗舰店 我不知道我念的对不对 它可能是德语 叫Cosnova 它们家呢 主要是卖 Essence和Catrice 这两个牌子 算是一个 德国药妆 开价药妆这样集合的彩妆 然后呢 它里头 Essence和Catrice的价格呢 都是比正常的代购 还要低上那么10%的 我觉得非常划算 货不是特别全 但是相对渠道正规一些 如果大家正好需要 可以去看一看 然后 Makeup Forever呢 比较合适的就是 有两样东西 一个是它的那个定妆喷雾 我忘记具体多少钱了 价格是很合适的 还有它有很 有那个口红 它口红都是第二件半价的 价格比较合适 然后植村秀家呢 就是它这次砍刀眉笔 好像还稍微送那么一个截眼油 还有几个小样 我觉得价格还可以 但唯一就是你从网上买的 它是不给你削的 但是会交给你削的方法 你自己要尝试一下 熟练的那种的话都一样的 Essence呢 以往是折扣很小的 它鞋银链开的时间也不长 这次我觉得有一个小套装 特别合适 是220块钱的小套装 有一个小样的那个遮瑕蜜 1.4毫升的是 有你俩那个色号 那个遮瑕蜜我特别喜欢 都已经用完一支 又回购一支了 然后呢 还有一个laguna小的 2.5克还是3.5克的 一个那个Nars的laguna修容 还有一个什么 我忘记了 反正这三个东西是220块钱 我觉得价格是比较值的 然后你买这个 如果它是满220块钱的 送你这三个东西 到手以后 确认收购以后 它会给你一个满899件 220块钱的券 相当于如果你在它家 买到900块钱的东西 这三样东西是免费送的 我觉得算是比较有诚意的东西 但是它家其他东西 单价 不低 就是国内专会价 然后赠品不多 我觉得相对来说 还行吧 但我觉得就是 不要它那个活动 只买220块钱 这么一个小套装 也是值得的 将来呢 这次比较合适的 以往大家都比较 定准的是它那个 帝皇风资复原密码 那个用起来是非常好用的 我自己也非常喜欢 每天都在用 但那个这次的活动 我觉得也就还好 算不上巅峰 相对 我觉得它这次活动 力度比较大的是 它那个帝皇风资系列的水 是买两瓶 是300毫升 然后送你的那个小样 达到310毫升 算下来是 1160还是1180 这个是 我觉得算下来 是比代购价还要划算的 因为我查了一下 上海的那个日商免税店 是360 150毫升 那这个就是 一共600毫升 算下来就 1300 还是很划算的 然后那个 那个牌子 就是出豆豆水的那个牌子 Kate什么什么什么 它家的助养精华 好像也很有名 但是以前都是很大一瓶 很贵嘛 这次它有一个小包装 就是15毫升99块钱 我觉得如果正好感兴趣的话 这个是一个特别值得尝试的产品 最后还有一个价格 特别优惠的 就是费洛家的 十全大补面膜 和他们家的那个眼霜 都是 十全大补面膜 好像是400多 算下来 然后是满50毫升 送50毫升 这个是比代购啊 或者有一些 授权的国内店铺 要划算的 如果你按用这个 这个东西我自己用过 我觉得单独涂 它效果一般 它比较适合 就是涂到脸上以后 再叠加一个那种 保湿面膜取掉以后 就是又白又水润 单用效果就一般了 看 如果你正好喜欢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的囤货机会 然后还有几家店 我是发现 它有一些单瓶 是破天荒的打折了 以往打折的时候 这几家店都特别特别 特别的高冷 这次我就挺激动的 看到他们 努力一下我们消费者 张开的怀抱 我们消费者 怎么能不顶着大头 扑进去呢 首先是CPV的水膜精华 它那个容量 达到了买二赠一 这个容量 算下来是跟代购价持平 破天荒的 这个阿玛尼红管四绒纯六 买以后送一个 五毫升的粉底液 大家知道 阿玛尼家 一向是比较高冷 高姿态的 它的一个五毫升的 小粉底液 一旦都去买这个小样 价格也要大几十块钱 我觉得还不错 如果你这好需要的话 然后那个 Shalo Tabury这家呢 它是 价格没有很优惠 但它好就好在 它的定价 并没有比咱们 找代购的代购价 贵很多 它一个口红正常价 就卖250块钱 你像咱们找代购 可能也要212的样子 还有它还参加 就是整个平台的 三百减三十 你250块钱 随便凑个什么小东西 比如凑两个美妆蛋 就买300块钱了 减30块钱 算了一个口红 也是那个价格 热门色号都有 还收获会比较快一点 我觉得可以尝试 还有奇尔士的 那个美白精华 这次的活动也还不错 破天荒的 还有几家呢 是 我发现它有 我翻折扣的时候 我发现有几家发新品了 我自己还挺感兴趣的 就分享给大家看看 一个是智本家 我很喜欢他们家 这次本来不想买了 又看他发了很多新品 就是什么特安系列啊 之类的 哎呀 我又感觉有点兴趣 有什么基底液什么的 可能回头看看 认真考虑一下 要不要买 还有就是 RT家 我在看美妆蛋的时候 其实它美妆蛋的活动 还好啦 就正常 价格可能还没有 双十一的时候低 但是它这次出了 一个那种斜扇刷 就是扇形刷 但它是侧着的 这样三把 主要是做修容啊 高光啊 这样的提量 或者是肤 然后还有气味图书馆呢 出了整个一个 大白兔系列 还有那个沐浴露啊 身体乳啊 都是大白兔奶糖味 我自己就还挺吃这一套的 可能庞大的身躯里 住着一个肥胖的小朋友吧 然后这次就是 我大概总结出来的 淘宝的部分 然后还想淘宝的地方 还跟大家多说几句 规则呢 一开始说过了 很多小伙伴 都会问到退款的问题 比如说我付了定金 能不能退款 那我有详细问过 几家的客服 他们说是可以退款的 有些家的客服 是你付了定金 如果不想要 虽然最底下会签一个 定金协议 说是不退 但其实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都可以退 一个是你要找他的客服 跟他申请一下 他会帮你退 第二种呢 就是你再继续 你去付那个全款 整个全部买到手以后 七天无理由退款 他是整个钱都退给你的 然后呢 就是聊到咱们的斯芙兰 斯芙兰是门店和微信 还有他的那个手机APP 都同享这个八折的 这次是全场参加 不是护肤 或者是美妆 某一种 5月31号开始提前 享受这个八折优惠 可以先抢一些监货 然后呢 黑卡 6月1号到6月5号 这五天参加这个活动 忘记提醒大家了 几乎各大品牌呢 都有购买几个小样 送给你一个优惠券 这个优惠券呢 是可以在你买正装的时候 使用的 相当于一样的价格 你又多得到了一些赠品 大家可以去各个店铺 页面找一找 或者咨询一下客服 一定不要忘记哦 斯芙兰八折呢 其实以前是每年两次 一般是在3月和11月 但是现在呢 基本上 国内的店商一搞活动 他也跟着搞活动 就是大家都在疯狂的 把小手手伸下我们的钱包 然后我观察过后呢 我觉得斯芙兰比较适合买的 就是一些 相对在淘宝上 打折比较少的那些品牌 就是SK2啊什么的 那些的单品 或者是你去买单支口红 即使是一些热门色号的口红 我觉得价格是很合适 比如说兰蔻的那个 布鲁波色的那个196 或者是阿瓦尼的丝绒 如果你不想要他送的小粉底的话 那就在斯芙兰直接八折买啊 或者是MAC MAC很合适的 植村秀这些 都是八折价格还不错的 还有那个 倩碧的小厨具腮红 都是斯芙兰打八折 特别合适的东西 还有 For real的洗脸仪 这次还有一个特别值的 就是它 是 一个RIFA的滚脸滚 和一个RIFA的滚眼滚 两个加在一起 不打折的时候 是1890 打完折以后 大概又能便宜一个 将近400块钱的样子 你会想得起来使用 经常使用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买 其他东西就是有个别产品 它跟天猫是一样的活动 就是买 比如说 假如说一个眼霜 你买15毫升的一个眼霜 它送三个五毫升的 同样产品的小样 但是在此基础上 斯芙兰还额外打个八折 这种东西 我觉得就在斯芙兰买比较划算 然后 大家要买什么东西 我建议这两个平台 综合着看一看 比如说那个兰蔻的精纯眼霜 我看这次斯芙兰的活动 就是20毫升的眼霜 送15毫升的小样 然后还能打个八折 我觉得这个是比天猫的价格划算的 然后我自己这次 没有想好要买什么东西在斯芙兰 但是正好是我过生日不久 他给我的那个生日礼券 免费50万年的东西 再加上八折 我自己不太清楚能不能叠加 又能叠加的话就太超值了 不能叠加的话 也不能浪费嘛 买个什么小东西 其余我自己要买的东西 我还没有特别看好 但是大概有几样东西 我是打算买的 一个就是牙膏 然后我去年618正好买了10管牙膏 到现在正好正好是用完 然后现在应该要继续吞一点牙膏 然后呢 可能想买个面部防晒 我有很多防晒 但是我觉得都是 面部不太友好的那一种 面部有好的呢 快完用完了不多了 面部防晒调一调 然后 最近特别种草 那个3CE新出的那个腮红膏 它那个叫commentime 还是什么色号 有点胡萝卜色的 挺种草的 有点纠结 要不要买 然后 对了 还要买一个洗头发的 说到这个洗头发的 我是想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每年那个Beauty Leash 包括Look Fantastic 都会针对 都会在618的时候 针对中国用户 推出一些 秘密折扣渠道啊 或者是一些特惠礼盒 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 那个Look Fantastic的微博 包括Beauty Leash的微博 他们都会通知的 有什么套制活动 大家不要错过 反正我记得去年618 Beauty Leash的活动 好像是Natasha Dinona 那两个Holiday系列的 五色眼影盘 满意赠意这样子 非常划算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如果他们搞活动的话 我打算买那个 Christophe Robin的那个 玫瑰洗发膏 我觉得那个夏天用很爽 那本期618的快速分享呢 就到这里了 希望我的收集的信息 有一些是有效的 能够帮助到你们的 如果大家发现了什么 特别超值的东西 也欢迎在评论的弹幕 告诉其他的小伙伴们 一起分享 那具体我再发现 什么超值的呢 会再跟大家分享 如果没有呢 就等到之后的开箱 或者是购物分享 那祝福大家有美好的 购物体验 本期视频的内容 就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